1983年 特朗普赶上了两波房地产交易热潮 纽约房价大涨 而他手里的军阅酒店和特朗普大厦 都占据着黄金地段 一时间 他的身家达到了四亿美金 也就是那时 尚未品尝过失败的特朗普 带着一贯的自信 第一次冲出了房地产 开启了自己在商业领域的传奇之路 特朗普先是以900万美元 买下了一支新成立的橄榄球队 三年后 他就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 把全美橄榄球联盟告上法庭 全美橄榄球联盟是美国最大的橄榄球联盟 这个联盟在秋天进行比赛 而特朗普的球队属于另一个小联盟 因为竞争不过对手 一直都是在春天进行比赛才能获得观众 为此特朗普声称全美橄榄球联盟垄断 让他的球队没办法在秋天进行比赛 并索赔一亿美元 在春天还是秋天比赛有什么区别吗 用特朗普的话来说就是 如果上帝希望橄榄球在春天打的话 他就不会再创造棒球了 他认为橄榄球不适合在春天打 可特朗普的算盘其实是这样打的 按他的预想 碍于橄榄球在美国的影响力 法院会强迫这两个联盟合并 到时他所在的小联盟很可能不复存在 联盟类的很多球队都会破产或被取消 而他的球队因为最有名也最有钱 还能继续保留下来 这样球队就可以升职 可据本没按特朗普预想的走 法院并没有提出合并的建议 而是直接判了特朗普胜诉 同时法院又只让联盟赔给特朗普一美元 根据反垄断法罚金三倍 这一美元又变成了3.76美元 那张3.76美元的支票 至今都没有被兑现 而在和全美橄榄球联盟同步进行的第一个秋季赛还没开始 特朗普所在的小联盟知道自己竞争不过 直接关门了 一人玩坏整个联盟 这还不是特朗普最传奇的事迹 他最传奇的是经营稳赚不赔的赌场生意 还能亏到破产 纽约往南131英里 是大西洋城 特朗普决定在这进行一场豪赌 当时 大西洋城濒临破产 失业率起高 社会治安也极其混乱 没人敢在大西洋城等红灯 因为那儿随时都能上演一出真实的枪战戏 为了挽救经济 新泽西州于1976年通过全民投票允许赌博 几年后 特朗普决定跟随祖父的脚步经营赌场生意 他在大西洋高速公路脚下建了一个广场 名字就叫特朗普广场 这儿的地理位置极佳 他又是不可能输的庄稼 雄心壮志的特朗普 还打算把这儿建成东部的拉斯维加斯 赌场开业后 为了造势 他找到了拳王泰森 当时泰森 正在挑战被称为不可能战胜的 迈克尔斯平克斯 这是那几年下注最高的比赛 特朗普花了1100万美元 买下了这场赛事的举办权 在拳击场上 泰森仅用了91秒就击败了对手 他因此赚了近2000万美金 而特朗普花重金买来的主办权 也为自己的赌场赚到了前无古人的7000万美元 趁着刑事大好 特朗普决定来把大的 他从22家银行 带来了38000万美金 收购了东方航空 把每架飞机上都涂上了自己的名字 厕所的水龙头和安全带都变成了纯金的 但相比于豪华 乘客还是更注重辩解 短短15个月后 特朗普就赔掉了航空公司 还拖欠了贷款 那是1989年 特朗普投资橄榄球队失利 航空公司惨败 但他仍然靠着17亿美元的身家 在福布斯富豪榜上升了18名 排名第26 特朗普并不满意这个成绩 他手上还有一只在赚钱的赌场生意 他决定玩把更大的 1990年 特朗普向世人宣布 自己要做一件震惊世界的事 而这件事将发生在太极林赌场饭店 那年 特朗普向银行贷了30多亿美元 用来建造太极林赌场 据计算 这座赌场每天必须进账100万美元 才能勉强保证特朗普不赔钱 当时 美国的经济处在停滞期 赌场的生意不尽人意 可所有人都知道 赌场亏本的原因就是经营不善 跟大环境无关 在太极林赌场开业的前六个月 特朗普赌场的三名高管 在一场直升机事故中丧生 他们死后 特朗普无法找到合适的接替者 失去了帮忙经营的人 特朗普一时间手足无措 因为特朗普不懂经营 稍微复杂点的商业就摸不着头脑了 那是他最低潮的一段时间 朋友劝勉他重新振作起来 尽快把大西洋城的产业安排好 但特朗普没有经历做这些事 因为除了不懂经营外 他对商业也没有兴趣 他喜欢投资 但只投给 会给他带来知名度的行业 如果有人跟他说 有家精密仪器 回报率很高 他不会感兴趣 但如果是橄榄球和赌场 这种容易吸睛的生意 不用别人找上门 他自己就冲了上去 特朗普真正需要的是人们的关注 特朗普离不开公众的关注 就像你我离不开水和空气 为此 特朗普总是参演影视剧 早在1991年 特朗普就拿到了 金酸美奖的最烂男配角 2019年 他又一举拿下最差男主角 和最差荧幕组合奖 此外 他还出过几本成功学唱销书 创办了各种名为特朗普的品牌 这里面甚至还有特朗普牌的福特加 即便他滴酒不沾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投资赌场 这笔投资终归是失败了 为了控制债务 特朗普不得不虚保赌场的利润 但这笔贷款还是压垮了特朗普 那一年 他首次跌出福布斯榜 身价一路狂跌 直到变成富数 他一无所有了 可接下来的剧情 却更加匪夷所思 为了保住特朗普这个总品牌 特朗普向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 在此期间 债权人无法强制要求特朗普还款 而特朗普则可以继续经营自己的企业 慢慢挣钱还债 在那个最难的关头 特朗普一下子就明白了 自己手上还有筹码 正因为他欠了那么多钱 自己反倒成了银行的爸爸 因为怕先前贷出去的钱还不上 银行不得不继续给他贷款 好让他有足够的资本 拯救摇摇欲坠的特朗普帝国 特朗普运用了前所未闻的 规模太大不能破产的理念 跟银行谈成了一笔交易 他放弃了赌场一半的个人股权 和纽约地标性建筑广场酒店 49%的股权 卖掉了价值数亿的豪华邮轮 和那家航空公司 作为交换 特朗普重回自己擅长的房地产领域 银行除了继续借钱给他外 还优先把好的房地产项目介绍给他 特朗普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这还没完 他跟银行签订的协议中 规定了自己的午餐标准 不得超过10美元 在往后的六七年中 他基本上都是靠吃肯德基和麦当劳这些快餐过日子 不过 特朗普本身就酷爱快餐 曾一口气吃下了两个巨无霸汉堡 外加两个麦香鱼和一个麦芽巧克力 他自己也说过 觉得快餐更干净更安全 可无论他怎么说 在外人看来 当时的特朗普就一个字 惨 八十年代的弄潮 九十年代的倒霉蛋 这是特朗普终身都无法撕去的标签 他本可以继续守着老本行 做个时代的弄潮 可特朗普还是选择 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要出名 特朗普的人生路 就是一场不断获得关注 并想办法获得更高关注的出名部 而在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一个职业 会比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总统 更引人注目了 为了让自己更有名 他一直在投资自己不懂的领域 尽管生意失败了 但他的确收获了大众和媒体的关注 积攒了一定的知名度 而这也让特朗普 找到了实现那个终极梦想的方法 用知名度杀尽政坛 1996年 繁荣的经济市场 和蒸蒸日上的房地产 让特朗普摆脱了经济危机 时隔五年 他再次重回福布斯坊 以4.5亿美元的资产排在第373位 先前的商场经历 让特朗普明白了 靠投资博关注 代价太高 他决定用更直接的方式 把自己塑造成大众偶像 进入千禧年后 特朗普开始更加频繁的 参演影视作品 2004年 他主演了一档名叫《学徒的真人秀》 参加节目的都是年轻的商界精英 胜出者将有机会为特朗普工作 这档节目很受欢迎 平均每周有2000多万观众收看 也正是那档节目 让美国诞生了一个新的口头禅 他变得越来越有名了 这让他考虑起了利用知名度重返政坛 为什么是重返呢 早在1999年 在由商人成立的改革党支持下 特朗普就已经竞选过了一次总统 但改革党内部一片混乱 一年后 该党派不知该何去何从 特朗普也退出了总统竞选 2012年 米特罗姆尼在总统竞选中输给了奥巴马 当世人都在谈论 这位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总统时 特朗普默默地申请了 里根1980年竞选的口号 做了商标 让美国再次辉煌 2016年 共和党迎来了新一轮的总统大选 15名候选人竞选共和党的总统提名 特朗普赫然在列 他砸了很多钱用来宣传自己 并跟民众说 我用的是自己的钱 而不是游说者的钱 其他竞争对手没把他放在眼里 甚至懒得管他 可特朗普却口无遮拦 在一场共和党辩论中 他逐个打击对手 说自己的对手是骗子 举起圣经宣誓 放下圣经就开始撒谎 说另一名对手是出汉狂 这个世界上就没见过像他这样爱出汗的人 几乎每一天 特朗普都会说几句人身攻击的话来打击对手 而那些有关政治的言论也格外夸张 许多选民都喊他下台 并直言 特朗普就是个白痴 但这丝毫不影响 特朗普是这十五人里最闪耀的一颗心 因为这些夸张的言论 帮他动不动就霸占了新闻头条 而关于移民的争论言论 也让特朗普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一路飙升 他的候选人资格越来越稳固 最后 在克里夫兰的共和党国民工会上 特朗普成了最后一个站在舞台上的人 顺利获得了美国总统提名 而他的最终对手 是在民主党的竞争中杀出重围的 希拉里·克林顿 2016年9月 特朗普和希拉里进行了第一次辩论 超八千万人观看了这场辩论 这是美国历史上收视最高的总统辩论 而两位候选人也没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失望 各种金句层出不穷 辩论一开始 特朗普就自信地说道 我比他有气质 希拉里也不甘落后 反驳道 一个会被一条推特刺激到的男人 不该把守 只向靠近和带马的地方 希拉里的这句反驳 对特朗普来说 没什么杀伤力 因为穿什么都懂谱 还说过 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懂核武力 相声般的辩论临近尾声的时候 希拉里强颜欢笑 我有预感 今晚发生的一切疯狂的事都会被特朗普归咎到我的身上 听到这话后 特朗普脱口而出 为什么不可以呢 只要自己不觉得尴尬 那么尴尬的就是别人 希拉里也被这句话逗笑了 第一场辩论 在特朗普的一本正经和希拉里的强颜欢笑中落幕 一个月后 一起突发事件 又让这场竞选变得扑朔迷离 一段录音被公开 里面是2005年时 特朗普说过的不尊重女性的言论 许多跟特朗普发生过关系的女性 也在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指控特朗普把她们当作玩物 特朗普否认了这些指控 希拉里阵营则抓住了这个时机 大肆攻击特朗普 但这起事件对特朗普几乎毫发无伤 有女性选民这样说道 我知道她说了什么 但这也比希拉里好 当时 希拉里深陷邮件门 解密的邮件证实了希拉里是个喜欢算计的政客 为了挽回民心 FBI宣布 附件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 在私人服务器上发出的一系列邮件 可信用已无法挽回 人们高喊着 把她关起来 60%的选民不支持特朗普 60%的选民也不支持希拉里 可当你只能二选一的时候 正常人都会投给那个理智一点的人 也就是希拉里 全世界都认定了那场大选的走向 在大选的最后几个小时 希拉里阵营找来了众多明星 举办了一场演唱会 还搬出了前任总统奥巴马来站台 希望在这个比谁更不烂的竞选中 靠这些名人的影响力拉拢更多的支持者 而特朗普阵营就简单多了 一直都是特朗普一个人出场 他出现的地方就是人群的焦点 剧情的走向超出了全世界的预期 随着一亿三千万选民的选票投出 当曼哈顿上西区的希拉里办公室 充满疑惑的时候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则陷入了狂欢 一场可预见的世纪政治动荡 提前展现在了美国眼前 2016年11月8日 70岁的唐纳德·特朗普 终于等到了一生的重要时刻 他成了美国总统 这条路花费了特朗普近40年的时间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 可这个梦是怎么实现的呢 2016年总统竞选时 特朗普在格迪斯堡做了一次演讲 演说刚开始 他就把矛头直指造成美国混乱的源头 代表政治的华盛顿和代表资本的华尔街 他以一名局内人的身份 跟民众说道 我知道华盛顿和华尔街是怎样运作的 我也知道 他们是如何作威作福 蹂躏美国人民 践踏美国法治 那他们是如何蹂躏美国人民的呢 长期以来 美国的税收体系 都是通过掠夺中产阶级 来支付军事开支 及底层福利 巴菲特说过 自己的税率只有17.4% 但他的办公室雇员却为36% 我和我的朋友们 都被这个偏爱富豪的国会 逆爱太久了 于是 美国既一步变成了一个优待富豪 却又虐待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国度 2008年 四代危机爆发 以此为切口 美国长期积累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矛盾 集中爆发 两极分化和阶级斗争 史无前例地尖锐起来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 小布什政府制定了一份 7000亿美元的救世计划 此外 为解决底层和移民的生存问题 又着手完善社会福利 这些社会福利的钱 从哪来 还是中产阶级 为此 一群人发起了茶党运动 茶党一词 源自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清茶事件 因布满英国的重税 一帮人把英国运往美国的茶叶倒入大海 由此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因此 茶党的政治意图很明确 反对重税 奥巴马上台后 延续了小布什的政策 而他本人也因医疗改革 饱受争议 其中反对奥巴马的中坚力量 还是茶党 自2009年展露头角开始 茶党抗议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 人数也不断增多 其中最大的一次 波及全美750个城市 参加人数高达200万 据盖洛普民意统计 截止2010年3月 28%的美国成年人 已经宣称自己是茶党支持者 反对重税 不代表茶党就是左派 相反 他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翼组织 是种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 在他们看来 是那些底层让自己多交了税款 而这里面又以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来的移民为主 可他们同样也知道 问题的根源是那些顶级富豪和与这些资本家同流合污的政治家们的无情剥削 为此在演讲过程中 特朗普先是表示会彻底改变美国的政治体系 并承诺自己上台后会阻止几家大企业的交易计划 然后他又介绍了自己的新政策 推翻奥巴马的一改 拒绝难民进入美国从海外撤军 反正怎么省钱怎么来 最终目的就一个减税 这赢得了茶党乃至绝大部分美国人的支持 可问题也随之出现 取消福利政策后 那些底层该怎么办 难道特朗普真打算让资本家们大出血 给底层百姓提供就业岗位吗 身为局内人 特朗普不会傻到真拿那些顶级富豪开刀 事实上 特朗普政府最终也成了一个 茶党所鄙视的资本家代言人 美国与生俱来的顽疾 让特朗普只能开一张空头支票 当一个虚假英雄 资本家们不会帮他解决底层人民的生存问题 他又该如何兑现自己全面减税的承诺 他的前辈第36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 给他指了一条可行之路 转移阶级斗争的大方向 1964年 林登约翰逊签署了反种族歧视的民权法案 而在四年前 他还是一名种族主义者 在解释为何让贫穷的白人推崇种族主义时 约翰逊说 如果你能让最底层的白人男子相信 他们又于最上层的有色人种 那么他就不会注意到 你从他的兜里掏钱了 天啊 给他一个可以轻视的对象 让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这样他就会为你轻其所有 是那些移民抢了你的工作 是那些懒惰的黑人 分走了你本该更多的福利 倘若必须放弃底层 那么把原因归结于有色人种和移民 至少还能拿到底层白人的选票 除此之外 这种做法还可以转移普通人和资本家的阶级矛盾 回到2016年的那场演讲 那是特朗普思维最为清晰的时刻 整个演说过程中 看似不着调的特朗普都逻辑严密 用那张近万字的演讲稿 给自己的支持者们不断灌输着这样一个思想 自由资本主义原本会给各个阶层带来利益 可那税人的利益却被那些懒惰的底层瓜分了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 特朗普的策略就是煽动中产斗底层 再具体一点就是斗那些黑人和移民 他在分裂美国 可除此之外 他又别无他法 对他来说 这是最可行 也是最有效的策略 毕竟 特朗普从未执政过 而他当时已经整70岁了 在同龄人 大多都在安详晚年 甚至离世的年纪 他还在为梦想努力 这很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2016年11月9日凌晨3点 刚刚上任的总统特朗普 力排众议又发表了一次演讲 演讲中 他对美国人民说道 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 也没有打不败的挑战 话说回来 这个实现得了的美国梦 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1848年1月的某个周一早上 一名上加州剧牧场的美国人 在小溪中发现了一块金子 那时的加州还隶属于墨西哥 第二天早上 美国跟墨西哥的停战协议签署 加州连同他的金子 一起成了美国的一部分 伴随着淘金热 西金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无数印第安人被屠杀 又由无数美国人靠金子一夜报复 现实可以像任何童话故事般 令人难以置信 淘金热 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人民 对待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的态度 当粗犷而又洒爽的西部牛仔们 在黄沙烈日下披荆斩棘 上演这一幕幕英雄传奇时 另一波风尘仆仆的普通人 则在小溪边 不断向世人证明 美国梦是真实存在的 特朗普也曾承载过 万千美国人民的美国梦 2024总统大选的结果 随着宾夕法尼亚的枪声响起 也已基本明朗 你好 特朗普总统 这句久违的问候 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 响彻全球 这对于全球局势和市场走势而言 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更加诡谨的浪潮 将会在这次枪击事件之后 汹涌而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